随着美国联邦准备局主席 鲍威尔暗示加息后 今天大马人民都在屏息 关注国家银行的动向 国航宣布将隔夜政策利率 维持在2.75% 这也是国航继去年连续四次升息 25个基点后首次暗兵不动 继去年连续四次升息 共100个基点 以抑制通货膨胀 和应对美联储收紧财政政策后 国家银行在今年第二次议息会议后宣布 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将隔夜政策利率的上限和下限 分别维持在3%和2.5% 文告中也提到 随着我国经济在去年 强势增长了8.7% 今年预计将跟随全球经济放缓 不过国内市场的需求 将继续支撑经济成长 而团结政府稍早前提成的财政预算案 则可能为我国经济成长 带来额外动力 另外 国行也在文告中透露 国内整体和核心通胀 将在今年逐步回落 但下跌幅度并不大 依旧会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 即便如此 国行依然警告通膨率仍有走高的可能性 但一切还需需视政府 对补贴政策的改变 以及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anks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